Riz? Gosh 大家好! 我是Hesitation is Defeat 幼兒最敗筆 今天會分享新版本最強出血流 重武器出血的選擇 蒙格溫聖茅 這把武器和上一次介紹的 施生血殼出血流的玩法 就各有特色 運遊戲不斷充滿玩法 尋求樂趣也是一個好選擇 武器方面當然是用蒙格溫聖茅 可以在遊戲中後期打敗 先血君王蒙格溫 拿到他的追憶後 就在原牆和阿婆換 由於是突刺大麻的關係 攻擊距離非常長 而且很容易可以造成一些硬直 跳躍輕攻擊拉距離攻擊敵人也非常實用 當然取而代之的就是攻擊速度非常慢 所以就不可以太淡 但是這把武器強勁的地方 是他的戰技受血儀式 可以大範圍攻擊敵人 連續試出3次 可以非常容易造成出血效果 技能結束後也會殘留火焰 增加火屬性傷害 而且非常有型 不過缺點就是起動速度也算慢 但如果你願意召喚骨灰大哥幫你撐10秒的話 你在人家屁股的地方不斷放戰技 就會非常強勢 配點方面生命力和耐力按個人需要增加 但建議都要增加一些集中力 因為戰技消耗20FP都算多 FP消耗完之後 用戰技除了賣文和嘲諷敵人之外 基本上沒有其他用處 另外力氣和靈巧就點到24和14 至少拿得氣把武器 之後就可以主要點感應為主 將出血效果和攻擊力推到最高 到達大概50的軟上限就可以加點力氣 直至到力氣和感應都到達80左右的軟上限 當你耗高有多餘點數的時候 因為聖茅有火屬性攻擊 你可以用回信仰技能 火焰馬赤予我力量 或者黃金樹納勢 增加物理攻擊力和火屬性攻擊力 護符方面就因應個人需要 但我會強烈推薦阿力山達的碎片 增加戰技15%攻擊力 如果不懂得點耐的話 就可以點開右上角資訊卡 也建議你帶上卡尼亞徽章 由消耗20FP減去只剩15FP 減少因為FP不足導致打空炮的尷尬 另外鮮血君王的歡愉 火對蠍 或者獻鬥劍護符 都是我推薦的護符 我這個角色只有86Lit 配點大概就是這樣 讓大家看看我攻擊力有多麼誇張 但記得正常玩就一定要點回生命力 千萬不要學我這樣點 最後多謝你看到這裏 但老套也要說一句 遊戲特別是單機ゲーム 自己玩得開心覺得有型就OK了 不一定要強迫自己配最強的配裝或戰斧 希望大家享受Elden Ring的遊戲 如果幫到你也好 麻煩你用兩秒鐘的時間幫忙訂閱 記得訂閱是不用簽的 也麻煩你幫忙按個like和share 也都歡迎隨時留言加拿阿心得 記得按下鈴鐺 提及按下鈴鐺 再希望大家順利拿到阿爾登法環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